中国四川美食节在洛杉矶亚凯迪亚 美洲东坡酒楼隆重登场 来自四川的五位川菜名厨 给南加州的华阳涛客 烹饪麻辣鲜香的正宗川菜大餐 请看报道 为了在海外更好的宣传四川 推荐四川 四川省外桥棒 联合了美国云桂川总商会等多个团体 在洛杉矶亚凯迪亚举办四川美食节 洛杉矶中领馆副总领事专制者 文化领事王景 四川省组织部副部长陈冠松 四川省外桥棒副主任文苏 洛郡前郡长迈克·安诺诺韦奇 洛贤县县政委员巴格的代表 学列都市市议员陈凯利 圣盖博市议员廖清禾 美国云桂川总商会会长周都昭 美国川瑜总商会会长陈慧毕 大新郎同乡会会长周美美 监事长杨辉和社团侨领 包括李社朝 林联恋 马树荣 马培道 吴景辉 黄慧珍 曹玲 林干花 李红 王碟云 刘青等侨领 以及梅州东坡餐饮集团董事长王刚 均出席了当晚的晚夜 文苏副主任在会中表示 四川美食文化周在洛杉矶举办 旨在进一步的深化四川与美国 特别是加州的人文交流和务实合作 也是落实国桥办有关海外汇桥 繁荣中餐的计划 庄智哲副总领事也希望透过四川美食节 让四川与美国在多个层面的交流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周周周会长在会中也表示 在海外推广四川美食文化 进而来推动中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是他多年的术愿 他愿意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各项交流 甘丹桥梁 四川美食节上 前陆军郡长安诺诺维奇 写东市市议员陈凯丽 圣凯博市议员廖青和 美华总加拿大四川联谊会等团体 分别向陈冠松副部长 文苏副主任 丸景文化领事 周到达会长等人帮发贺专 华语知名书法家鲁安 还致增莫保春风一路 以致祝贺 旅美艺术家还表演了四川变脸的绝活 环球东方记者 李宇冲 罗亚兰基采访报道